如果有分析比较的規則 中華藝術科技大學 立正是基盤的比较電力 這件總共是有19900多位學生 在老師還有學地 和每個才能放上職業離開學校 學長也已經到最近上次行的 這個AI的三藝 黃仁勳還有蘇之鋒威賴 來免得學生 希望大家要不斷做學生 來創作自己的計劃 比较生怕在學校當中 在蘇生的祝賀職業 非常留念驚向學長 這是中華藝術科技大學 今年的比较電力 電力當中除了補上總統的合電 也安排了立法議長 和市長委員長的祝賀職業 學長孫義明也不用來比较生 要持續學生 創作自己的計劃 黃仁勳和蘇之鋒的 這兩位AI產業的超級大咖 都是在我們台灣出身的 都是台灣之光 他們之所以如此成功 我們從他們的成長背景 跟求學背景 都可以發現共同的特點 就是不斷地學習 不斷地學習 所以今天校長 也要以不斷地學習 來勉勵全體畢業生 希望你們今天畢業了 但是不斷地學習 還是希望你拿出來 當作你實時的座右銘 活到老 學到老 是終身學習的演藝 也是不斷學習的實踐 這次的鼻子電力當中 學校也意義辦法中行 給優秀的鼻子生 當時在校長的辦法 鼻子正輸到撥碎 也向前鼻子生 就要走出好逢進的社會 記者又不一定哭 才能不得 好可怕